狂人总统还没上任 全球股汇市场就刮起大海啸 亚洲货币今天雄气熏天 部分货币狂跌不止 其中令吉和印尼顿最惨兮兮 令吉今天更一度跌到4.538水平 这是有史以来最低点 因为即便9798年金融风暴 令吉也不曾跌破4.50的关口 必适时令吉只跌回扬 创下4.29 而对新原则是3.0404 国行总裁伊布拉辛指出 麻痹今天急速贬值 反映出投资者情绪转移 我国不会落实资金管制 将继续让市场决定令吉汇率 而令吉对美元也不会重新挂钩 只有在超乎寻常的情况下 国行才会出手干预 他强调国人也不应该 只是单靠令吉限价走势和投机活动 判断令吉表现 针对市场传闻 国行已经指示国内银行 停止所有涉及令吉的延伸品和现货交易 伊布拉辛并没有直接回应 但警告国内银行不要暗中操纵汇率 另外伊布拉辛今天在第三季经济成长汇报会上指出 在私人开支和出口的强劲支撑下 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按年成长4.3% 比预期中要好 伊布拉辛指出 美国改朝换代后 现阶段还无法预见特朗普政府 可能给我国经济带来的下行风险 国行如今采取观望态度 应对任何可能性 国行在另一份声明中指出 金融市场委员会已经重申 马来西亚金融市场将面向所有参与者开放 通过各经济领域 促进市场交易和资金流动 市场評判 北京与你们修正 accounts eram努力遵循 月 houses cloud 土耀 入口 预期 瓶 小 的